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是用怎样的形式 那爱不一定是要说出口 有时候彼此之间的怪机 那也就是一种爱 从后来都想过 我会拥有六个孩子 更没想到我会生双胞胎 而且连续三胎的双胞胎 第一个双胞胎 带来给我一个人生的喜悦 尤其是初位人母的喜悦 三年之后 这次老天又送我的 相同一样的礼物 这就是一对硬的双胞胎 那又是两位妹妹 可是我先生一直是还蛮期待 还有不一样性别的到来 传统的观念就是 传承吧 但可是我公公他 其实他人非常的好 只是说他会觉得说 传承这一块 他很善意 我公公从不说出口 可是因为他对我的好 那我觉得更加会只有这样子 就因为这两个人 就给我的一个很大的 无形的压力 我自己私底下 其实就有武装避孕器 我现在并不知道我专门演员区这件事情 我们有双重的批语 我妈也没想到说又怀孕了 那我真的很压抑 也不知道可能老师爷爷就是刚好 清掉了先生的新生还是怎么样 这段的时候其实 就比第二胎压力还更大 当医生要跟我说 恭喜你 牛生双胞胎 那种感觉 不知道怎么说 只有害怕两个字 一点喜悦都没有 很害怕真的又是女生 因为我前面两堆都是女生了 第一胎 虽然很不舒服 可是喜悦胜过于 有喜悦就会带过去 第二队我真的很忧郁 第三队怎么讲 我的心情也很害怕 你怎么喜欢心情吧 好酷耶 总觉得老师爷给我课题 课题啦 我好不乐意就是 我生了第三队 大龙虎呆 生了一个男生 然后对我公公有所交代 我先生有所交代 怀孕过程辛苦也过了 就是孩子也越大了 第二队上发胎的大姐姐 被医生宣告说 他是急性癌白血病 对也是俗称的血癌 我没开始心里很纠结 不太能够去接受 我的女儿她很坚强 因为在医院我照顾她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妈妈你怎么回事 我不想看到你 所以我后来我觉得 那我要比她更坚强 可以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起两遍 我因为她我学会了很多 因为她不能去外面之败 我总不会说到现在 她想要是什么 我就可以念出来 我生第二胎的时候 我压力真的很大 我整天想要自杀 传统的社会 会觉得说 怎么又是生女生了 别人的三年两语 都会深深地自杀我的心 我真的我很忧郁 很负面 精神造化很不好 现在我觉得 我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 真的很好 所以我很珍惜 我能照顾我孩子来 我觉得带孩子 一点都不幸福 虽然我的生六个小孩子 可是我每六个小孩子都很乖 谢谢爸爸妈妈 康久以来要照顾 谢谢爸爸妈妈 把我们生下来 然后又无回不自能照顾 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爸爸妈妈 平常照顾我妈 带我们去看医生 妈妈你爱你的家人吗 我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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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제� 谢谢大家